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它外皮坏了呢 但是里面没有坏 用注意 把西红柿切成碎块 切最后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容器中 这时呢可以放入桃米水 再拧上盖子 等待它发酵一段时间 等它发酵好后呢 把水倒出来 倒在一个喷壶内 然后再加入清水稀释 用这个发酵好的水呢 来浇花 具有非常好的营养 家里的植物呢 会长得更加茂盛翠绿 爱养花草的朋友呢 不妨可以试试哦 用处二 我们可以看到烂掉的西红柿 里面的种子都是完好无损的 可以将种子挖出来 放在土里埋好 姜土完全盖上种子之后 时常可以给土壤喷喷水 一段时间呢 就能长出西红柿的幼苗了 所以用这个方法 我们在家里呢 就能吃到自己栽种的小西红柿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没想到烂掉的西红柿还有这两个用途吧 如果想看更多使用有趣的生活面照 也可以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